MING PAO TOR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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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了一首《搖满上月球》 因為它是一個紀錄片 所以我覺得 導演用了很長的一段時間 紀錄這五六個家庭 然後拍出來一個紀錄片 非常感動 我真的覺得建議可以大家去看一下 因為現在很多社會有一些 樂統派那些什麼的 然後裡面的家長 卻那麼用心的去照顧自己的小孩 所以真的大家誠心的 建議這部片真的還不錯 心目中希望得獎的片是也在 因為我覺得它就是 那我改觀了就對可能一些外籍 可能勞工之類的想法 我覺得是不過還蠻感動的 而且衝擊也蠻大的 我覺得這個《百萬獸獎》應該可以延展 那我剛才看我還覺得 就是它主力的東西就是很特別 但它玩得不可以很特別 然後就是整個 就是主要最後的一些 東西都很可愛 我覺得我心目中的《百萬獸獎》應該是十魂吧 因為我之前看過那部導演就是 作品《第四漫畫》 然後也很期待它這一次 然後看完之後也真的就是 非常令人驚訝 我個人特別喜歡回家作業這部 因為我覺得以短片的劇情跟結構 結果它做得最完整 然後它內容也非常吸引我 然後它用很簡單的手法去影射很深刻 很嚴肅的議題 所以是我非常喜歡的《百萬獸獎》 我希望《甜蜜蜜》可以得到百萬獸獎 因為它用很魔幻的方式去講一個 就是愛情的小故事 和份得到百萬獸獎